文昌講古經 主持 文昌 各位講古經 8月2日早上時間 星期三 和大家馬上看看 剛剛發生的就是 美國被惠譽機構調低信貸評級 去到AA加 香港方面很多媒體都大做文章 但在外國的財經媒體眼中 顯著頭條都是特朗普出艇 就著國會山莊暴動案 要去辯護 反而是他們的頭條 惠譽降級最多都是二條 無論是《委家日報》 或《金融時報》都是 好了 大家看看 評級機構惠譽 將美國長期外會發行人評級 由AAA下調到AA加 下調一級 大家都知道 這些信貸評級最高級別 就是所謂的3A級 亦都被視為信貸風險最穩健 基本上這間公司或企業是不會違約的 在企業界上市公司裡 巴郡就是3A級別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古神巴菲特的投資旗艦 一直都很注重保持大量現金 所以根本沒有違約 還不到錢的憂慮 而美國一直都被視為全球最有實力的國家 亦都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國都會去投資美債 當中都包括中國 以及中國香港的金管局 其下外匯基金 同樣亦都會買美債 現在衛預下調美國的評級 這次都不算是評級機構第一次下調美國的評級 因為評級機構標準普爾 已經在2011年的時候下調美國的評級 亦都去到衛預現在的AA加 所以這次是第二間評級機構 將美國的評級下調 現在三大世界評級機構裏面 包括標準普爾和衛預都已經下調美國的評級 只有莫迪仍然給予美國主權債券最高AAA的評級 2011年的時候標準普爾下調美國的評級 亦都因為兩黨之間 國會就著債務危機上限的延續 不斷增持 亦是爭辯到最後一刻臨門才能夠過關 而當時標普下調美國的信貸評級 這次其實情況都有一些類似 最少衛預聲明裏面提及 今次下調亦都是體現 債務上限反覆陷入僵局 是要去到最後一刻才能夠解決 衛預說過去20年 美國的管治水平下跌 相對其他AAA或AAA級的國家 在債務上限的反覆上面 都是體現出來的 下調亦反映了美國的未來三年的財政惡化 總體政府債務處於高水平 以及債務仍然不斷增長 衛預說即使兩黨在6月已經達成債務上限協議 將債務上限延長去到25年1月 不過過去20年 美國當地的管治標準 始終刻化 包括財政和債務問題 而政治僵局以至最後一刻的決議 也削弱了人對財政管理的信心 另外美國政府缺乏中期的財政框架 預算流程也複雜 加上幾次的經濟衝擊 以及減稅 以至新支出等等的安排 導致過去十年的債務持續增加 另外應對美國人口老齡化 導致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成本上升 這些中期挑戰方面 現在政府的進展也有限 所以今次的下調都是和債務上限 經常都反反覆覆追 一定臨漫一腳才能夠解決 當然其實市場都沒有預計 他們會談不成的 不過中間這些丟條扭令 亦都令到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增加 但這個情況 正如衛玉所說的二十年 美國都是這樣 特別是兩黨 而共和黨方面 亦都越來越走向 由原本查黨 到現在就是特朗普化 意識形態方面 亦都有一些比較民粹傾向 所以沒有辦法 兩黨的政治僵局 都確實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國會山莊暴動一案 其實都是反映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極端 最終會產生的一個問題 好了 但是惠譽在現在債務上限延長之後 下調的評級也引來比較大的反應 因為很多分析都說 你之前緊張的時候 你又不下調 現在搞定了 你才是下調 那是不是反映慢半拍呢 譬如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會 河麥爾頓項目總監 Wendy Edelberg就說 他對這個降級時機是驚訝的 他不明白為何惠譽呢 現在這個時機會比 債務上限九分之前還要來得差 又說了 在危機之後 亦都多了一些財政方面的好消息 是吧 惠譽呢 其實在五月底的時候 你都曾經預言會降級的 因為當時他們將那個評級展望 就由中性下調到負面的 基本上如果那個評級展望是負面的話 就是下一步確實是有機會降級的 不過你五月底的時候 到現在都是三個月不到 有什麼速使到你會這麼急速地下調評級呢 這個仍然都是很多人質疑的 包括美國財長耶倫發表聲明說 強點不同意惠譽下調評級 認為惠譽的決定是比較草率 以及基於一些過時的數據 又說惠譽的決定是不會改變美國人投資者 以至世界各地對美國國債的認知 他說國債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 和流動性最高的資產 而美國經濟基本因素依然是強勁的 另一個美國前財長 也是前哈佛大學校長的薩密斯 Laurence Summers 亦都說惠譽的決定是奇怪而且無能 特別現在美國經濟看下去 比預期更加強勁的情況之下 惠譽其實都有提及的 有不同的結構性優勢 都是支撐著美國的平價 包括龐大、先進、多元化、高收入的經濟 並且都得到充滿活力的商業環境支持 而最重要是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儲備貨幣 這令政府擁有強勁的融資靈活性 不過惠譽認為美國經濟會陷入衰退 由於收緊信貸環境轉弱的商業投資 以及消費減慢 將會令美國經濟在第四季和明年第一季溫和衰退 預計全年的GDP增長會由2.1%減慢到1.2% 明年會減到0.5% 職位空脫仍然比較高 勞動力參與率仍然低過在疫情之前 這個可能會對中期美國的增長 產生潛在負面影響 而惠譽也說聯儲局會進一步加息 去到5.5-5.5厘 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韻性 會令聯儲局實現2%的通脹目標變得更複雜 雖然6月份的通脹跌到300% 不過聯儲局關鍵物價的核心指數 PCE的通脹仍然居高不下 按年增長4.1% 會令聯邦基金利率可能在二四年三月之前 都沒有辦法下調 另外聯儲局繼續減持 貸款抵押證券和美國國債 將會導致進一步金融收緊 而長期來說 政府赤字也會繼續增加 政府赤字現在相對GDP 已經由二二年的3.5%增加到二三年的6.3% 反映聯邦政府收入周期性收縮 新的支出措施 以及更高的利息負擔 預計去到二四年十一月選舉之前 政府都不會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財政整頓措施 而明年赤字會佔GDP去到6.6% 25年6.9% 更大的赤字會將由二四年 平日的GDP負擔更多的債息 以及州政府擴大 令到赤字去到GDP的1.2% 惠譽說美國二五年的利息負擔 相對財政收入佔比達到一成 所以利息比AA級平均2.8% 或者AA的1%都要高得多 因此合理化它們降級的元素 其實真的要看你怎樣看 因為如果你說執著債務上限這一點來講 美國確實應該早些被降級 好像標準普爾2011年一樣 但即使回想當年 因為當時是第一間的評級機構 特別是三大評級機構裏面 位於其實是比較小的 而標準普爾是最大的 在市場佔有率上面 當時是令到震盪比較大 因為大家記得 標普下調評級的時候 美股是大跌的 另外也導致美債收益率上升 很多錢衝進去美債避險 而位於今次在美國收市之後 下調評級 亦都令到美元指數有一些下跌 不過很快就修復了 美股的三大指數期貨 亦都有一些壓力 亦都同樣推高了美債 一些錢又是走到美國債券避險 下調評級反而令到錢 更加湧入美債那裏 正如摩根大通 朱瑟尼的雲觀利率和外匯銷售 執行董事Laura Fitzsimmons 就說反應應該不會太大 2011年表明在這些環境下 美元和美債反而會走入更優質的貨幣那裏 因為美國的關鍵全球地位 是不會因為主權評級被下調 就受到影響 而且大家都知道 中期看已經沒有人記得 標準普爾曾經在2011年下調 美國的信貸評級 因為大家根本都不會認同 世界上有比美國國債更加安全的資產 經過了這十幾年的驗證 證明了標準普爾當時下調評級之後 實際上沒有什麼中期影響 基本上是沒有的 反而Jones Trading首席市場策略師 Michael Araki提醒 看到今天的債券市場 其實預先好像都有一些黏 因為那些ISM指數其實都有點弱 不過不應該是這樣反應 會不會有人知道呢 他覺得 而且2011年8月標準普爾下調了美國評級之後 標普總裁三個星期就下台了 這一個是否值得留意呢 無論如何 我們都認為今次衛羽下調評級其實影響不大 大家不需要太過著重 不覺得需要爭而眾之去重視 因為豬肉在前 標普更加具影響力的下調信貸評級時機更加好 到最後發現其實都沒有什麼影響 反而你要從另一個角度看 你要佩服 因為這些評級機構是美國的公司來的 他們敢於下調美國的評級 是吧 美國政府也沒有說不讓你去評論 金評 相對之下 譬如香港 剛剛也都港交所方面 已經接納上市規則裏面 要刪除關於中國商業環境風險的章節 是吧 這個他們認為是可以繼續保障投資者 以及對於審查水平是沒有降低的 但這個做法其實就和你在上市方面 要披露所有的上市原則和風險是相違背的 譬如你去到美國都是披露為本的話 你是必須將這些當地的經營環境 所潛在的風險都需要交代 但你現在呢 香港方面就配合內地 因為之前中證監和處理企業境外上市的律師 都已經開會了 要求要淡化中國法律和監管的相關風險 就是說不要唱衰中國 即使你去外國上市 你都要不要說這麼多中國的壞話 那現在呢 港交所方面呢 又是去配合的 那你想一下 中國的評級公司 譬如大公國際 敢不敢下調中國的債務評級呢 現在的經濟是一般的 你想一下 連評級機構 這些國際評級機構 在內地 都要去設立另外一個內地的體系 即是跟別人外面的3A級別呢 就不一樣的 是吧 那你已經看到了 喂 美國方面即使會被下調 但是別人呢 就信心底氣是足的 是吧 所以 所以市場也都最後會去告訴大家 真正的答案 是吧 認不認同這種評級下調 那反而呢 你說掩住不讓人知道 或者呢 禁評 甚至呢 只能夠升級不能降級 那這個是不是對市場的好事呢 是不是能夠 即是對投資者來說 是給予最好的信心呢 可以改善那個 投資情緒呢 那大家心裡有數了 最重要呢 就是資訊流通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